今天介绍复合式的显微镜 我们如果要看很小很小的物体 我们要把物体的影像放大到百倍甚至于千倍 这种放大影像的光学仪器 我们称它叫做显微镜Microscope 那么显微镜它的构造是有一个物镜 Objective Lens 以及一个木镜 Eye Piece 这两个所组成的 那物镜是做什么用的呢 物镜它是一个汇聚镜 它把这个物体在它焦距附近的这个物体 成像在这个镜的后面 是一个导立的石像 然后这个石像就变成木镜的一个物体 然后它在因为它正好是在这个焦距的稍微里面一点点 就是在焦距上等于 于是它就成了一个虚像 一个虚像 这个虚像是跟这个 它的物体就是第一个物镜的像 同方向 那这个物体就放大了 就放大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Focal Lens F1 F2 是物镜的Focal Lens 它的长度就是FoB 那么这个F'是目镜的焦点 那么它的目镜的距离 我们用F1 F1Y就是IP 是Focal Lens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 两个焦距之间的 焦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用S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就看它成像的放大率 这就是刚刚那个图 我们将一个Y高的一个微小物体 放在接近F1的附近 它的外侧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实像 在这个地方 实像 那么它是落在目镜的焦距的里头 所以它成像一个虚像 那么它这个像是 这个物体的虚像 也就是这个物体的像的虚像 那么这个方向是跟物体Y 这个方向相反 所以它是一个导立的一个实像 那放大率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式子 FuY' over Y 那么Y' Y'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个三角形 这个是θ角 这个也是θ角 那tangentθ是Y' over S 那么Y'就是S tangentθ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Y 它是等于FoB 我们看这个 因为Y高度就是这个高度 这是平行线 它是等于FoB 这个高度 over FoB 要等于tangentθ 所以它就等于FoB tangentθ 那么把tangentθ 约掉呢 它就变成S over FoB 那么这个S 比起这两个值来 都大得很多很多 所以说呢 这个从这个物镜到目镜 就是镜头的这个长度 我们就可以看出是S 因为这个长度等于S加OB FoB 再加上F EY 那这两个都很小嘛 那就妈妈糊糊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L 这个也可以用L来表示 所以物镜的放大率 就等于镜头的长度 比上FoB 好 那么再看 这个Y'这个像 就被目镜放大 目镜只不过是一个放大镜而已 所以它的放大率呢 就是25个centimeter of F EY 这个 这就是一个放大镜 那么这两个 两次放大 这个放大以后 再经过它的放大 就是总放大率 总放大率 就是M1乘M2 这两个相乘 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 那你这个S可以用这个镜头的距离 就是镜头的长度L来表示 好 以上就是介绍 复合式的显微镜 那么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光学仪器 叫做折射式的望远镜 reflecting telescope 好 这个挂远镜呢 它是由一个复合式的物镜 与目镜所组成 也就是说 物镜跟目镜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一的透镜 它都是复合的 复合的 好多个不同材料的透镜组合在一起 它用来观看什么 观看远处的巨大物体 像我们天上 你所能看到的那个星星 几乎都是恒星 看到的几乎都是恒星 甚至于星云 因为它太远太远了 你看起来就是小小的 那么我们肉眼看那么小 其实它是一个巨大 比我们地球都大好多 那我们想看它 比较细部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外远镜 外远镜它的构造是 一个物镜跟一个目镜 也是一个物镜跟一个目镜 那么从很远很远的这个星球 传过来的光线 可以当作这个点光源 像无穷远 所以传过来是一个平面坡 平面坡的光线呢 就是一组平行线 平行线射到这个物镜上面来以后 它就沉向在它的focal plane 在它的胶面上面 这里就有一个什么 一个倒立的实相 倒立的实相 好 这个倒立的实相呢 它正好就在它的focal length focal point 这个focal point 这点也是目镜的focal point 所以这个地方 像在这里的话 物体 这个像 目镜的像 就是目镜的物体了 物体在焦点上面 所以它成像呢 就是在无限远 这是一个虚像 那么 它的虚像是跟这个 同方向了 它是倒立的 这也是倒立的 那么 跟这个原来的物体呢 就是倒立的 那么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fob 从这里到这里呢 这是fey 它成像在无限远 成像在无限远 其实这个光线是这样 射到我们眼睛里头来 我们以为 这个光线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就 就介于明 就说 明视距离到无限远之间 都可以看到它的像 那我们当然用明视距离来看它 好 现在我们看它 放大率 它的放大率 就是用脚放大率 你看它这个脚 跟水平的 跟这个轴的脚 很小 对不对 经过折射以后 这个脚就变大了 这个脚就变大 这个脚我们 令它叫做 θob θob 就等于 因为这个很小 所以θob就是 tangentθob 是对边比上零边 这个长短 对边的长短 比上零边 零边就是 零边就是 objective 它的image 的距离 就是相距了 这个就是 物竞的相距 物竞的相距 正好等于 它的focal length 那么h' 是倒立的 所以它本身是负的 负负才会等于正 那么 这个像呢 在经过这个成像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 这个脚就更大了 这是F-E-Y F-E-Y是等于 F' H' 这个长短 比上这个长短 这个长短就是 imaged object imaged object 就是等于 imaged object 就是等于 这个的相 那么 这个是负 负负得正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负的 这个focal length 是一个 相距 就是它的这个 物竞 这等于是 它的一个物竞了 好 那么 这个就变成 h' over f' E-Y 那么 这两个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放大率 这个是它的 脚放大率 这个呢 这个 这个是 物竞所看到的脚 这个是 目竞在看到的脚 那么这个脚 又把这个脚放大了 那么放大多少呢 就是这两个脚的 笔值 这一笔的话呢 它是等于 负的 F-O-B over-F-E-Y 符号是表示 这个相啊 它是倒立的 倒立的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天文万远镜 天文万远镜 看到的相都是倒立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万远镜的放大率 它仅仅是 望远镜 许多重要因素中的 一项而已 提高这个放大率的技术 并不难 你要把那个放大率提高不难 但是提高 单单提高这个 会破坏其他的因素 所以一个好的外远镜呢 除了放大率之外 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 极光的能力 它把光线聚集的能力 因为这个无穷远来的光 都很微弱嘛 你这个尽量的 要光聚集 能够透进来 然后视野 就是说你里头 从望远镜里头 看到这个物体 有多大 比如说你看这个 星星 星星就是那么一点 我们看起来就是一点 你这个镜头 它的那个角度 不会 就是转来转去 这个角度 很小很小 视野的大小 但是你如果用一个普通望远镜 你要来看天上的飞鸟 那你这个视野就要很大 视野小的话 这个鸟一飞就看不到了 还有就是 因为透镜的话 它都有球面的相差 以及它的色差 那么相差 就是说 你这个镜子太大的话 它外围的光 跟镜头的光 它不会聚在同一个点 所以看得影像模糊 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材料 你这个材料 对各种 波长的这个 折射率不一样 所以进来的光呢 各种波长聚焦不一样 所以看起来也是模糊 这个叫色差 这都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 你要看这个外远镜 外远镜好坏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你要极光能力的话 那你这个镜头 就要越大越好 对不对 越大越好 但是大了以后 我们刚刚讲 它透镜也随之加厚 于是会产生球面的相差跟色差 要加大又加厚 所以有这个相差跟色差 球面差就是说 它这个近轴线跟远离轴的这个线 聚焦不一样了 各种不同颜色的波长 因为你这个玻璃太厚了 所以因为它折射率不同 各种颜色的波聚焦也不在一个点 以至于使这个影像模糊不清 像这种折射的外远镜 到十九世纪末 我们是世上最大的折射外远镜 它的直径不过是一公尺而已 你太大了 没有用太大了 这两个相差 球面相差跟色差会很大 所以不会很大 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就用反射式的天文外远镜 反射式的天文外远镜 它是用什么 用面镜 用凹面镜 反射 凹面镜反射呢 它就不会有相差 跟色差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将物体的尽头 直径尽量做大 可以尽量做大 那么最大的反射式外远镜 直径达到十公尺 它的极光能力是折射率的一百倍 就是面积 面积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公尺的一百倍 所以它可以积很多的光线 它的光线比折射式的 反射式的要比折射式的要大 所以看起来比较清楚比较亮 底下有几种反射式的外远镜镜头 像这个 这就是反射 光线进来 反射以后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它 这个也是反射以后经过折射 再一个折射 从这里看它 那么也可以这样子 这是反射面 光线入射 然后反射到这里 然后再反射到这里 在这里看 这些都是反射式的外远镜 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直径可以尽量做大 还有就是对视野的需求 要观看 要看我们这个望远镜的对象 如果你是用来看天上的流星 或者是观伞空中的飞鸟 那你就要用广角镜头 鸟在那里飞啊 那你就不会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就 你的镜头 因为角度很大 它都在你这个角度之内 你可以看得比较 就是不会一下子就没有了 如果要看远处的星星呢 因为星星的动作很慢很慢很慢 所以视野不需要很大 但是看星星的时候 我们不能 你看白天就看不到 因为白天太阳光太强了 晚上也不见得好看了 像你在高雄市 你要用看这个望远镜不行了 因为有光害 就是说高雄市的路灯 它反射的光到云层去 然后这个光啊 又反射回来 那比星星亮的多 你根本就看不到星星了 这是一定要在晚上 没有云的晚上 而且要怎么样呢 远离城市的山上 你如果到阿里山上去看 就很清楚了 你晚上看那个星星 那比我们城市里头看到的星星啊 多得好多好多 还有 你看我们看空 从空气里面 看到的星星会闪烁 对不对 会闪烁 不是一直亮在那里 它一闪一闪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空气在流动 它的密度啊 不能保持一定 所以折射率不稳定 所以你看到的星星呢 它的位置啊 不固定 就有一种闪烁的感觉 好 为了要克服这些光害了 以及闪烁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最理想的就是 在大气层的上方 那就不会有闪烁 对不对 那里也没有什么日夜 到上面去看天空都是黑的 就看到星星 因为没有空气的散射 那么 所以 望远镜通常都是射在 高山顶 高山上面啊 远离城市啊 那么像我们很出名的 哈勃望远镜 它是用一个人造卫星 哈 它就是 它整个是运行在地球的轨道上 哇 那个地方 那就不会有光害 哈 也不会有这个 闪烁 那是我们目前 我们最好的这个 天文外远镜 好 以上我们介绍的各种 像面镜 平面镜 球面镜 还有折射的 啊 折射的 啊 球面的 就是 透镜啊 凹透镜 凸透镜 薄透镜 等等 啊 那么 我们这里有个错要 就是把各种 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这些 面镜啊 透镜啊 它成像的公式 我们都写在这里 还有它的横向放大率 还有它们的焦距 啊 各位可以把这个 啊 你前面的道理都懂了 你现在如果要做习题的话呢 那公式我们就可以 啊 从这里去用它 那你多做一些题目 这些就能够 啊 运用自如 啊 然后要记得 公式里面的 物据 相据 曲率半径 焦距 它都有符号的规则 啊 这符号的规则呢 哎 我这里就不再讲了 啊 那么各位 要把这个规则 先把它弄通了 再去运用 那些公式来计算 啊 好 那么 我们这一章 几何光学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儿子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